您心动吗?想当海龟吗? 由邱平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归国发展》 探讨龟与不龟 分享成功借鉴失败 和企业政府院校对接 打通海龟渠道 成功海龟顺利发展 请收听每周五晚七点 《归国发展》 Rebecca Lin超值卖屋package 确保您worry free和顺利过户 Cupertino, Saratoga和Sunnyville房屋 正在陆续上市 详情请致电Rebecca Lin 408-720-6800 720-6800 您想要增加你赚钱及致富的知识和能力吗? 您想要每个月增加几百、几千 甚至更多的额外收入吗? 您想要给你自己和家人 更自由、更好的生活吗? 您想知道如何帮你自己 建立多重收入管道吗? 您想知道如何让一大批人 放一大堆东西到网站上 帮您赚钱吗? 请参加8月11、12和18号 由网络财富通路网 举办的免费讲座 电话报名510-316-1532 510-316-1532 哇!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块利息又降咯!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mbo Long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笑 请速电510-353-085 510-353-08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一周股市分析 我是周乐 那么在今天礼拜五呢 也就是2012年的8月10号 此时此刻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股评师 蔡明之Benny Choi 来到我们的现场 Benny你好 大家好 周乐你好 是Benny今天的美国的道琼斯的指数 在收盘的时候再度上涨了42.76 截至收收市的时候是收在13207.95 道琼斯在今天盘中最低有下跌了70点多少 那这个在道指在这个礼拜一共上涨了几乎是1% 标普500在收市的时候只有上涨了3.06 报收是在1405.86 已经是连续的三天上涨 并且是连续的第三天收在1400点之上了 那这样子的好成绩 再加上一些在NASDA上面呢 也上涨了2.22是报收在3020.86等等 这一波的上涨的这个势头您觉得结束了没有 应该是没有 因为是主要的就是好像我今天在在这个 Email上面说的 Sentiment还是不够Bolish 那Sentiment到底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上个就这个礼拜三出来呢 是43.6对25.5 那么也就说是18个percent 18个percent就是说是多出来Net 就是43减掉25 那么就是在最低的时候6月头那时候呢 是34对26 那么是Net是大概18 那么当然是也是涨了一点 那就Bolish也是涨了一点 可是那是应该大概要到那个 应该要到大概在50对20左右 就是说Net那边大概有30 那所以呢就是还是有空间可以 就是说是市场可以再涨 那当然是这个Sentiment也只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不过呢就是就是是以最近来说 虽然说是成交量比较轻 Technical比较是微一点 不过呢就是以鼠浪来说 现在的浪应该还是往上还是往上走 所以呢OK 我是说这个Major Trend呢还是还是往上 好 不过呢就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Rally呢不是从现在开始 是从6月头那时候开始的 OK 那所以呢就是也是差不多涨了1000点了 OK所以呢 到底是会怎么样呢 我看大概应该大概可能还有几百点涨左右 几百点 那么尤其现在的道琼斯已经是收在一万三千两百零七点九五了 这个跟近期的高点已经实在是相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说这一波 会超过从全的高点 你觉得会超过 对应该会超过 OK 那刚才说的这个Net30点啦 跟现在的Net18点相比 把它Translate in terms of道琼斯的点数的话 你觉得是就是超过近期的那个高点的地方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看你是哪一个指数 Russell 2000呢 可能就是不能就不会超过 道琼斯跟S&P呢是比较强 S&P大家知道就是在上 去年在那个4月的时候是1420啦 OK 那么是收盘的话 那现在只有离开四五点 就很快就会到 所以呢应该会超过的 那么就是所以呢就是 可是呢是也可以说这个 这个S&P跟道琼斯呢 去年4月到现在 因为它跌了下去 现在又爬回来 OK 实际上来说也没什么涨嘛 对不对 对呀 对呀 好 那么这个上涨波 万一一旦已经被reach到了 已经被satisfy到了 就是不管在道琼斯啦 SP500或者是NASDA 总是要有一个下跌波 那您按照现在的市场的情绪看来 它如果一旦下跌 在道琼斯的方面 它还会 还会到支撑的一万一千点吗 可能会 不过每一次它调的就是有点不一样 这次呢当然是它调下去的时候 到了六月头那时候呢 是就是我们Ely Wave的 非常明显看到五个浪 所以呢就是 并且那时候 sentiment也不是很 bullish 这边就只有八 所以呢也不能看跌 不过呢就是我 以前的时候呢 我也想不到它会 就是说涨回全部涨回来 我以为大概是涨个68%了 这样子啊 61%左右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可能又也会拨下来 那其实当然不是 那么这个市场呢 就主要的基本原因呢 就是因为虽然说是涨了60% 可是它的sentiment还不是很 bullish 因为是就是上个礼拜 也只有上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是 就是礼拜三 在上个礼拜三 它是39的27的 只有11个percent 11.7个percent 所以就说是涨了蛮多 可是sentiment还是不 bullish 现在的话呢 当然是18 那少到变多了一点 可是呢 这通常一般的话 市场top out 就是top out 当然是不是说是马上到了 有30就马上top out 可能还会涨一点 不过就是最少 它也应该有个net 也有3 4个percent 所以呢就是 所以basically 就是说外面的人呢 还不是很 bullish 大家还是对这个rally 有点不大相信 对 那么就是说 可是呢是这次涨了 也不是说单单是美国涨 欧洲那边 就是法国英国 德国都涨 OK 也是因为他们 当然是问题呢 也是在他们那边 所以他们那边 要是不跌的话呢 这个我们这边 也跌不下来 所以呢就是不过我们的情况呢 是要比他们好一点 所以呢我们是已经 几乎就是要创新高了 OK 就是就是最近这几年的新高 还差一点 对不对 可他们呢就是离开 还是比较远一点 嗯 Bennie 欧洲呢 他这个在意大利了 在西班牙的国债的情况 现在是他们的殖利率 是稍稍降了一点 可是他们的不同的国债 并且都有不同的到期的日子 可能一到了到期的日子呢 全球又是一阵紧张了 所以现在总夸起来 全球就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欧洲 第二个是美国 第三个就是中国 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 很多的关于欧洲的情况 我们再度再来了解一下 中国的情况好吗 中国情况嘛 就是当然是中国 基本上就是早阵子 中国是大量的建 就是建 就是说是好像造高铁啊 造公路啊 造铁路啊 就是说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所以呢 就是那个 他们的growth rate 还是很高 并且呢 就房地产 也是非常的旺盛 那么现在当然是政府 打压房地产 因为是有点过 有点过分 那么就是那些 那个其他的infrastructure方面呢 他们当然也是放慢了很多 那么也是要 要造的也造 差不多到了七七八八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他们的 所以他们的growth rate 实际上真的是 slow down 所以呢 也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当然是很多 可是所以呢 就是 所以就是说是 你说现在是 又是一个大牛市啊 怎么样啊 就是说 那是也不大可能 不过呢 就是市场呢 就是 就是像那个 整个世界这样子 OK 它 主要是因为是 central bank 就是说 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不管是欧洲 中国 美国 他们都是大力的在支持 就是说 那么就所以呢 就是 所以呢 就是变成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啊 太bullish了 它就蹦 这样跌下去 然后呢 又慢慢又爬回来 爬回来呢 又是超越 早上超越新高 啊 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去年 四月那时候 在早一阵子 在早一年的 五月头那时候呢 也是啊 就是也是 就是 在差不多 一万两千 在一万两千左右 然后呢 就是它又蹦 跌下去 那次跌的比较厉害 跌两千多点 然后就慢慢慢慢爬 从十月一直爬爬 爬到去年的四月 就爬又 就是多 多加了三百点 啊 有些指数还没有 OK 就是Russell啊 跟那个NYA啊 都没有 OK 只是是 就是差不多是 跟那个 从前的高点 是差不多是平头 这样子 OK 所以呢 就是 所以这个市场 就是这样子 OK 就是就是非常 就是偶然会了一次 大调整 然后又爬上去 刀中跟S&P的话呢 会创一个新高 因为主要还是 他们那些大蓝筹股呢 表现不错 也不错 所以呢 他们就是还是有机会 创新高 好 那么现在要跟所有的 我们的投资的朋友 宣布一个上课的讯息 就是蔡明芝老师 将要在2012年的10月6号 要开始授课 这是一个一天的课程 这个是给想要学习 在蔡明芝老师最专精的 他经常都强调的四大方向 才能够掌握住整个做股票成功的这个窍门 那是哪四个主题呢 都要在一天的课程中讲完 第一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 就是全球总体经济下面 要寻找真正重要的影响美国股市的基本因素 这是一个focus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用技术分析运用量 所谓量就是什么股票上涨 或者是多少股票下跌和无浪法 然后还有创新高新低的这些股票 来预测市场的短中长期 第三个focus呢 就是如何利用投资情绪的市场预测法 当然还要搭配 如何善用齐全来增加收入的 保本的避险的一个方式 这个课程决定是在10月6号 礼拜六上午9点半 上到下午的3点半 上课的地点就在Mountain View 就在我们的电台里面 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svcmedia.net under最新看板 就可以再度了解一下 这些上课的topic 同时呢也可以在网站上面报名 如果在9月6号之前报名呢 在钱的方面 在学费的方面是有100块钱的优惠的 如果是在9月6号之后再报名 就是full price了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仔细的来看一下 那所以Benny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市场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真正达到了真正的高点 就是用情绪投资的市场的方法来预测 他如果真正turn到高点要掉下来的话呢 这个时间段 然后搭配今年特别的总统的大选年 来影响到我们的投资策略 应该有什么样比较精明的方法 现在当然是 每一次差不多是每一波上去呢 都时间蛮久 都有差不多6个月这样 就是从那个去年那个10月到4月呢 是差不多有多久呢 有10 11 12 1 2 3 4 有7个月 所以呢就是7个月 那这次呢是从6月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当然每一次有点不一样 我也不能不能说是肯定的 不就是6 7 8 9 通常一般的话呢 9月10月不大好 也许可能真的是6 7 8 9 就是就是涨了4个月这样子 到10月 也许到10月 差不多接近接近10月 7月10月中开始 所以可能就涨4个半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欧巴马来说是有点帮助的 因为市场跌不下去的话 他就说是那就是 当然是是最少 就是有点点小帮助的了 在那方面 因为要市场要真的垮下去的话 也是对投资的人 就是可能会 有的时候会blame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的看法 好像是 奥巴马就是在这方面呢 是比较有利 占尽了优势 好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只能看一只股票了 这个股票是Paychex 全名就是叫Paychex 他的代号呢 是Paychex 33块1毛8 现在来说当然是 要是是 基本上最主要就是 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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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earning他还不错的话呢 很多的股票都可以 都可以 可以放下 这个股票呢就是 我觉得都还不错的 OK 那个他是因为他做一些 比较上是 每个公司都需要的 payroll human resources这方面的 所以呢他们的成长也不错 我想有可能会 很有可能上个新高了 好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 是比较短的一个单元 所以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 Benny 祝你周末愉快 拜拜 好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不要忘记在明天和后天的晚上 收看津津乐道 我的电视的节目 在这个礼拜呢 有Eason Tony Chen 网站专家 他在今天明天和18号 在南湾中半岛都有六场的 免费的讲座 接着还有Frank Liu 带来太精彩的一个节目的内容 接着就是礼拜天的Michelle Wang 要来谈一谈这个贷款的情况 非常精彩的电视节目 心意望您观赏 好的 周乐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 感谢您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